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由去世教育基金会 以及教育电台联合直播的文学事迹 我是杨兆 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 由我来为大家介绍张爱玲的作品 因为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到今年 这是她百岁诞成的纪念年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在张爱玲过世了之后 2009年才发表的一部 一作叫做《小团圆》 《小团圆》虽然她的表面的形式是小说 但它实际上是一部巨细迷遗的回忆录 所以这部作品其实并不容易读 因为张爱玲在这个作品里面 放了太多的东西 她很贪心地想要把它成长的过程当中 从小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她跟胡兰城两个人之间的 这个情谊最后结尾的地方 一直到这样的一个时代 中间有二三十年的时间 她要把这些她还记得的重要的事情 都写在这个小说里 这个小说虽然它的开端 是从香港文献写起 不过里面它穿插了很多更早 例如说在那样的一个旧家庭 跟佣人们一起长大 她所留下来的印象跟回忆 张爱玲显然很小的时候 她的记忆力就非常好 所以小说有一段 这是很早在写她跟她弟弟 两个人都不到十岁之前 他们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人 不会是母亲 因为这个时候 她的母亲跟着她的姑姑 去到了英国留学 张爱玲小时候 跟母亲的关系非常的疏离 对母亲也没有太多的记忆 这个时候生活里 当然也不会是父亲 母亲之所以 必须用这种方法 假借陪着小姑 去英国念书 离开中国 就是因为她的父亲 每一天在外面放浪 过着那样的一种遗哨的生活 所以在她的生活里 也没有太多父亲的影子 那都是谁在她的生活里呢 我们来看这一段 她就说 月夜他们 他们指的呢 就是家里的佣人 搬了长板灯出来 在后院乘凉 月亮很高很小 雾蒙蒙的发出青光来 这个时候呢 真正带他们的是鱼妈 鱼妈就叫了一声 说毛哥不要蹲在地上 秃狗子咬 有小板凳不做 这个毛哥叫的就是他弟弟 他说北边有这种秃狗子 看上去像个小土块 三四寸长 光溜溜的淡土黄色 四样像个简化的肥狗 没有颈子耳朵尾巴 眼睛是两个小黑点 或是小黑珠子 爬在地上 简直分不出来 直到它忽然一溜就不见了 因此总在眼上冲冲一撇 很恐怖 然后你妈就说 毛姐给我扇子上探个字 他们每个人一把大芭蕉扇 很容易认错了 所以就用蚊香 去点出一个虚点构成的信 可是如果不小心的话 就会在芭蕉扇上 烧出一个洞 这个时候又上场了 一个人叫做邓爷 邓爷在门房里 洗了灯 搬了张椅子 坐在门口 这是管门房的 然后喊妈就说 邓爷不出来乘梁 里头多热 邓爷在汉山上 加了一件小白褂 方才端椅子出来 不能打赤膊 不能光穿内衣 这个毕桃是年轻的女佣 就偷偷笑说 邓爷真有规矩 出来还非得要穿上小褂子 邓爷瘦瘦的 剃着光头 刚到圣家 这就是圣家 就是小说里面 其实就是张爱玲 他们张家 他说刚到圣家来的时候 是个书童 后来圣家 替他娶过老婆 但死了 然后打杂的 也是他们的同乡 有的时候闹着玩 模仿前亲败客 家人投铁的身段 先在轿子前面 金泡几步 然后一个剑步 打个签 同时一只手高举的铁子 可是学这种样子 邓爷一丝笑容也没有 前几年邓爷 曾经带酒粒 酒粒那时候 应该还非常的小 小到什么样程度呢 是坐在 邓爷的街头 去看木头人 去看木头人戏 自掏腰包 买冰糖山楂 给他吃 买票逛大罗天的游艺场 因此 酒粒呢 很喜欢在门房里玩 粗糟的旧方桌上 有香烟烫焦的鸡子 黄藤茶户套 湖里呢 倒出微温的淡橙色的茶 桌上有笔验 帐簿信签 任他涂抹 拿走一两本空白帐簿 也由他 从前有一次流鼻血 也抱了来 找人用墨笔 在鼻孔里 磨点墨 冷而湿的毛笔 舔了他一下 一阵轻微的没臭 似乎就止了血 所以呢 酒粒就撒娇跟邓爷说 等我大了 给邓爷买披袍子 然后邓爷就说 还是大姐好 这个大姐指的就是酒粒 旁边大姐好 那谁不好呢 弟弟 所以这个弟弟九龄呢 不作声 他正在邓爷的铺板船上 爬来爬去 掀开枕头 看整下的铜斑角色 然后这群女佣 张爱玲在回忆当中 又这样描述他们 他们种田的人 特别重视天气 秋冬早上起来 大声惊叹着 打霜了 抱着酒粒 在窗前看 看见对街一排房屋 红瓦上的霜 在阳光中 已经在融化 瓦背上 湿了亮眼银的 蛙处依旧雪白 月发红的红 白的白 夜夜的一大片 他也觉得壮观 还有呢 有的时候他们会说 打风了 刮大风 天都黄了 观景窗子 还是桌上一层黄纱 擦干净了 又出来一层 他们一面擦 一面笑 这种女仆的生活 再来一段 是描述 韩妈 这个奶妈 怎么照顾她 韩妈带她一床睡 早上起来呢 早上醒来 就舔她的眼睛 像牛 对小牛一样 九丽不喜欢这样 但是也知道 韩妈相信 一醒过来的时候 舌头有亲戚 元气 对眼睛好的 当然她并没说过 Rachel在家的时候 也没这样过 我们看到 这是她讲 家里面的女佣 刚刚提到了 小团圆刚开头的时候 是在学校里 学校里呢 要准备要考试 因为是在学校里 所以写了 好多好多的同学 然后这些同学呢 他们在香港念书 用的又都是英文的名字 再用英文名字 翻译成为中文 所以就更难辨认了 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要读小团圆 开头的时候 真的是需要 有一点耐性的 不过对于熟悉 张爱玲小说的人 这个小团圆的开头 也就把我们带到了 之前为大家介绍过的 《清晨之恋》 这篇小说 因为香港沦陷 日军攻占了香港 把英国的军队给打败了 这不就是《清晨之恋》的场景吗 那个时候的张爱玲 不是白流书 那个时候 他比白流书 要来的年纪轻得多了 他还在中学里念书 可是有一样事情 是我们可以体会了解 后来他为什么 用这种方式写 白流书的故事 那就是本来他正准备着 要去考试 而且这是对他来说 非常没有把握的一场考试 而这场考试呢 还有一个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 曾经一度他考坏了 考坏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因而失去了他的奖学金 可是里面呢 里面有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并没有特别喜欢他 可是这个老师知道 他需要协助 这个老师呢 就送给他800块钱 让他可以 在没有奖学金的情况底下 继续在香港求学生活下去 靠着这个老师800块钱的赞助 张亚林得以继续念下去 接着他就能够靠 自己的奋发图强 努力考试考好了 赢得了下一个学期的奖学金 可是现在又到了另外这个节骨眼 这个节骨眼 他觉得这一次 他可能再也没办法考好 如果没有办法考好 他有可能要失去了奖学金 他失去了奖学金 他又回头想到 这个老师跟他之间的 他还欠这个老师的这个人情 他有可能继续得到 这个老师的赞助吗 如果他得不到 这个老师的赞助的话 那他的前途是不是能够继续待在香港 能不能继续念下去 这是前途未谱 他就是在这样一种 惶惶不安的心情底下 竟然爆发了战争 而在战争的过程当中 更让他惊讶 更让他震撼的是 赞助他800块钱的那个老师 就在日军登陆的过程当中 被炸死了 所以这是一个 让他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 一件往事 这件往事也就意味着 靠着战争 他心里面一直都记得 因为有了战争 所以让他逃过了 生命当中这么重要的一节 他就不需要去考试 也不会有考试的结果 另外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在小说里 他有一段 就让九历 对着想象当中的那个上帝说 已经有战争 有战争 让我不考试 已经够好了 你不需要 把这个老师的性命都夺去 所以在那样一种 真实人生的状况底下 他感受到了 大时代 像战争的这件事情 会有一种 不可预期的 个人的关联 好像这场战争 是特别为了 让他可以不用 面对考试而爆发的 这也就是 但是到后来 他把他写在 《清晨之链》里 感觉上 好像爆发了这场战争 为了要成全 百留书 可以抓住范柳源 让他这一路的爱情 跟他的许许多多的思考 跟安排 不至于全部付诸流水 而在这样的一个回忆里面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看到 当时在香港 其实就已经有了 非常非常复杂的 一种价值观念 意思是说 有一部分的人 是支持国民党的 有一部分 从上海来的人 是支持南京的政府 所以小说里面 有一段 两个同学 两个人呢 非常紧张的关系 紧张到 连看报纸都会吵架 然后 吵架的过程当中 就讲到了 因为其中的一个 认为另外一个女孩 看的是汉奸报 所以把她手里面的 这个汉奸报给撕了 这是来自于上海的报纸 可是这个女孩呢 非常生气的 欢迎颜色说 不准你侮辱和平运动 什么叫做和平运动 和平运动也就是 当时在重庆的国民政府 是主战的 他们领导着 跟日本之间的抗战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政府 那是南京的汪政权 他们是组合的 当然也就意味着 他们是跟日本人合作 他们是日本扶植的 一个亏类政权 当时好听的名词 就叫做和平运动 在香港的这些同学 他们有不同的政治立场 因而在日军进来了之后 等到后来 他们要离开香港 也就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目的地 一部分的人就去到了重庆 那就是投奔大后方 去到了国民政府所在的地方 另外有一部分的学生 包括了张爱玲 就回到了上海 上海当时是沦陷区 是日本人占领的地区 也是南京政权 南京政府所统治的 民意上统治的地方 这里我们就更清楚地明白 张爱玲 她对于在那样的一个 大时代环境底下 我们不得不理解的 张爱玲的暧昧 跟艰难矛盾的态度 你要她认同谁呢 小说里面有这么样一段 她说 久力希望这场战事快点结束 再拖下去 瓦罐不离井上坡 迟早图书馆中弹 再不然呢 就是上班下班的路上 就中了弹片 可是战争要怎么结束呢 希望投降 还是希望日本兵打进来 这又不是我们的战争 犯得着为英殖民地送命吗 当然这是顿词 是跟日本打的 都是我们的战争 国家主义是20世纪的 一个普遍的宗教 可是久力不信教 国家主义不过是一个过程 我们从前在汉唐 已经有过的 这些人家听着总是遮羞的话 在国际间 三千年五千年文化也没用 要能打坑打 人家才会看得起你 但是没命还讲什么呢 总是活着才这样那样 这是非常尖锐的 写到了那个时代的矛盾 或者是犹豫 我们不能理所当然 认为所有的人都站在抗战的那一边 或一定要站在抗战的那一边 张爱玲年轻的时候 她的具体的生命的感受 写在小团圆里 这就是让我们可以更清楚 回到了上海之后 她为什么 她会用这种方法 从鸢鸯蝴蝶派 而不是新闻学 找到了她的滋养 写出了她在上海 所发表的这些小说 另外小团圆这个小说里 很关键的是写了她妈妈 以及写她妈妈的方法 在小说里 九丽的妈妈出现的时候 是叫做Rachel 妈妈跟她之间 是彼此互相叫名字的 当她叫妈妈的时候 她是叫Rachel 如果她不叫Rachel 那她叫什么呢 却是叫二婶 为什么叫做二婶 又叫Rachel 关键就是 绝对没有妈妈 二婶是因为 她曾经被过继 给她的大伯父 所以跟随着这个过继的身份 叫她爸爸就叫二叔 叫她妈妈就叫二婶 可是在小说里 其实重点是要点出 九丽跟她的妈妈之间的 这种隔阂 有的时候叫Rachel 有的时候叫二婶 就是不叫妈妈 因为妈妈 在她年纪很小的时候 就跟着三姑去英国 去伦敦留学 所以小说里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二婶跟三姑 几乎总是一起出现 而这个二婶 也就是实质上 是她的妈妈 在小说里 也帮我们解释了 也有非常复杂的身世 这复杂的身世呢 借由女佣的嘴巴里面 讲出来 她说 哎呀 想想从前 那时候真是 这是久历 八九岁的时候 她说听到人家说的 你外公是在云南任上不在的 才二十四岁 为什么死了呢 是云南的脏器 报信报到家里 外婆跟大姨太二姨太 坐在高脚椅上绣花 连椅子栽倒了 昏了过去 三个人里面呢 只有二姨太有喜 二十四岁 这个丈夫就去世了 可是家里呢 有三个 有一妻二妾 所以完全没有预期的情况底下 听到了丈夫去世了 三个人昏了过去了 可是中间有差别 这个二姨太呢 有身孕 这些本家们不信 要分绝户的家产 所以呢 要验生死 意思是说 这真的是二十四岁的 死掉了这个老爷的骨肉吗 哪敢让他们演 闹得天翻地覆 说是假的 要把他们给赶出去 要放火烧房子 这些人呢 有些都是乡君 从前跟老太爷的 等到月份快到 要生了 围住房子 把守着前后门 进进出出都要查 屋里上都有人看着 生下来是个女的 这下糟了 因为就不是能够传香火的 做了特别的安排 什么的安排 简直像是传统戏剧里面的 是林嫂子 其中的一个年轻的女佣 拎着个篮子出去 有山东下来逃荒的 买了个男孩子 装在篮子里带进来 算是双胞胎 林嫂子都吓死了 进门的时候要是哭起来 指的是那个男孩 如果哭了 那不马上抓住他 打死了 所以外婆不在的时候 丢下话 要对林嫂子另眼看待 因为她去偷 这样一个男孩子回来 所以才使得这个老爷 有后 其实是假的 这是买来的 真正生的其实是 是Rachel 是她的妈妈 可是仗着 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 假的男孩 可以传香火 他们这些女人 才没有被赶出去 因此呢 这个大老婆就说 林嫂 有大功劳 要养她一辈子 她说 你舅舅这一点还好 一直对她不错 所以这里面就接着说 怪不得 有一次三姑说 双胞胎 一男一女很少 九丽呢 就顶一句说 二婶跟舅舅不是吗 她的妈妈跟她的舅舅 不就是一对 一男一女的双胞胎呢 急尽片刻之后 楚地就是她的三姑 才赢了一声爱 笑了笑 表示说 她当然知道 这是假的 所以这是 非常特别的一种绅士 而她妈妈 不止绅士很复杂 更重要的是 在香港 她妈妈的男性关系 也很复杂 所以小说里面 写了一段 九丽去找她妈妈 妈妈呢 住在潜水湾里面的 高级旅馆 高级酒店 妈妈带她到 潜水湾的海边去 在那里坐着聊啊聊 然后呢 水里面 突然涌起 一个人来 映在那 青灰色黄昏的海面上 一瞥间 清晰异常 掘起半截身子 像一匹白马 一戳黑头发 粘贴在眉心 有一些白马而前 脱着一戳黑棕毛 有猥亵感 也许因为使人 联想到阴毛 她一仰手 向这边 招呼一声 Rachel呢 也就是 九丽的妈妈 就站起身来 跟九丽说 好 你回去吧 九丽站了起来 应了一声 但是走得 不能太匆忙 看见Rachel 踏着那太大的 橡胶鞋 糖水 为什么是太大的 橡胶鞋 因为Rachel 缠过脚 是小脚放大 不可能放回 原来的尺寸 所以所有的鞋 对她来说 都太大 脚步不太稳 然后 从水里面 出来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一个年轻的 英国人 站在水里 等她 她妈妈 有英国的男朋友 这是她的母亲 新时代的这一面 这个时候 她的母亲呢 已经跟她的父亲 离婚了 所以她过着 这样的一种 相对 西化的一种生活 可是小说里 另外又记录了 他们的这种西化 又非常的不彻底 他们留了 很多旧时代的习气 有这么一段 她说 很不容易记得 她父母 都是过渡时代的人 她母亲这样心派 她不懂 为什么不许说 碰字 一定要说 遇见某某人 不能说碰见 快活 也不能说 为了新闻报复刊 叫快活灵 不知有过多少麻烦 旧立心里想 快活灵 为什么不叫快乐灵 她不肯说快乐 因为不自然 只好永远说高兴 稍后看了水浒传 才知道快活 为什么不能讲 因为是性的代名词 那这个干字呢 当然也记 还有坏字 有时候也记会 这道不光是二婶 也就是她妈妈 三姑也记会 不能说气坏了 吓坏了 也是多年之后 她们勉强才猜 为什么呢 大概跟处女 坏了身体 有关系 所以有一部分 是那么样的心派 但另外一部分 却又是 那么样的保守 那么样的守旧 小团圆书里面 当然最关键的一件事 是写 九丽 跟邵之庸 同时 也就是张爱玲 跟胡兰城的故事 藉由小团圆 我们才明白 她跟胡兰城的 这一段关系 是怎么开始的 那个时候 张爱玲 已经在上海 写过了 我们之前 为大家介绍的 她的这些 经典小说的作品 她已经小有名气 可她的小有名气 在她自己的心里面 有一份 非常非常重要的心虚 因为她写的 这些小说 小说为什么那么好看 因为都是恋爱小说 虽然这种恋爱 有着各种不同的 扭曲跟变形 但恋爱 的的确确 都是这个小说 当中的最核心的内容 可是到这个时候 张爱玲是一个 没有谈过恋爱的女作家 但是偏偏专门写恋爱故事 我们不能忘掉这个背景 在这个背景底下 她心里面 当然对于真实生活里 能够谈个恋爱 是有憧憬的 就在这个时候 冒出了胡兰城 胡兰城怎么跟她 有关系的呢 因为胡兰城 写了一篇 赞颂张爱玲小说的 一篇评论的文章 读过胡兰城文章的人知道 胡兰城的文字 非常有魅力 她在那个时代 的的确确是一个 以文字征服了多少读者的一个才子 这样的一个才子 竟然写了这种充满了赞扬 甚至巴结阿语的话 来评论她从来没有认识 从来不曾见过的张爱玲 这个文章张爱玲看到了 当然非常的感动 没有人对于自己的才刚出道的时候 能够得到这样的赞扬 是可以免疫的 而还不止如此 当张爱玲读到了这篇文章的时候 人家就告诉她说 这个作者呢 因为非常复杂的政治的局势 所以她被日本人抓起来了 她被日本生命队给抓起来了 所以对张爱玲来讲 太震动了 张爱玲就在这样的状态底下 写在小说里 我们可以同情的体会跟了解 这个时候她突然之间 就有一种侠女 烈士或者是烈女的一种情怀 这就叫做是为知己则死 在她的小说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知己 可是这个知己 现在却在为难当中 她当时就想说 如果我有任何的方法 我就应该要把这样的一个 写我评论的文章的人 把它给救出来 因为还没见到 小说里面叫做邵志勇 也就是现实里的湖南城 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情绪 等到湖南城没有几天之后 就被放出来 而且她就跑来找张爱玲 跟张爱玲真的见面 这个时候张爱玲心里面 早已经对于湖南城 有了这样的一份感动 这份感动就更进一步的 就使得她对于湖南城的 那样的一种才质 有了更深切的一种欣赏 甚至近乎崇拜 像张爱玲自己这么样的聪明 对于人又有这么样尖锐 怎么样洞悉切入的认识跟理解 如果不是这种过程 你要如何让张爱玲 可以爱上一个男人呢 这样的一个才子 这个才子又曾经落难 在落难之前又写了一篇 如此颂扬她的文章 两个人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小说当中就记录了 张爱玲刚认识湖南城的时候 对湖南城的印象 他说这个人小说里叫邵志勇 除了讲些生平的小故事 也有许多理论 久力觉得理论除了能有确实证据的 往往会有Wish for thinking 在这里还用中文说 愿望性质的思想 一厢情愿把事实归纳到一个框框里 邵志勇他的作风态度 有点像左派 但是他不喜欢共产党 认为共产党总是阴风惨惨的 也受不了共产党他们的纪律 在久力觉得共产这个观念 其实也没有什么 近代思想的趋势 本来是人人应当有饭吃 有些事情上 如教育 更是有多大胃口 就拿多少 不过实践起来 又是另一回事 至于纪律 全部自由一交给别人 势必久假而不归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是投身到了南京政府 汪政权 所以湖南城 当然是支持和平运动的 湖南城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 作为王金卫政权的宣传部长 他写了很多的文章 解释跟宣扬和平运动 所以张爱玲记录他的印象 和平运动的理论不太实际 也只好讲是歪理 湖南城他理想化中国农村 在张爱玲的眼中看起来 不过是怀旧 也都不去注意听他的 但是每天晚上 湖南城走了之后 张爱玲就累得发抖 整个人掏嘘了一样 坐在山姑的房里 俯身向着小电炉 因为这个时候是冬天 抱着戈背 望着红红的火 然后这个时候 他的山姑处地也不太说话 像大火灵头一样 说话也敲声 仿佛家里有病人 在小说里面 忠实地记录了 因为是在上海 因为湖南城 是南京政府里面的人 因为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接近战争的尾声 所以大家只是心照不宣 不说破 可是清楚地看到 这个整个战局的发展 是对于日本人 越来越不利 对于日本人越来越不利 也就是对于汪政权 越来越不利 可以清楚地想见 这个如果 那就是如果日本人战败了 如果日本人战败了 则是后来历史上 的的确确发生 那湖南城 就会变成一个汉奸 汉奸如果不要被捕 如果不要被杀 那就只能够逃亡 所以张爱玲 当他认识湖南城的时候 这是另外一个非常奇特的时局 必然见到湖南城 刚刚讲到说 为什么等到湖南城一走 他会累得发抖 因为他必须要克制自己 尽可能不去想 可是又不可能真的不想 想什么呢 必然要想到战争终究要结束 战争终究结束的话 几乎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湖南城一定就必须要逃亡 所以当爱情才刚开始的时候 张爱玲就必须要被笼罩在这种 湖南城会出亡的阴影底下 所以小说当中 有非常精彩的两段 是第九章跟第十章 第九章跟第十章中间 这第九章跟第十章写的就是 等到战争结束了 湖南城化名离开了南京 他逃到了乡下 他自己的家乡温州 借着他派来的 其中的一个人的协助 张爱玲真的可以说 叫做千里巡夫 他要到乡下去找湖南城 那第九章 第九章特别的地方是 第八章结束的地方写的是 小说里面的这个酒力 他要出发去勇家 去温州 去找小说里面的邵志佑 可是第九章 感觉上好像突然之间 换了另外一个场景 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 乡下过年唱戏 池塘里有一个很精致的小戏台 盖在院子里 但是台顶的飞檐 就衔接着大厅的屋顶 中央的空隙里 设计一道阳光 像舞台照明一样 正照在弹角半边脸上 这个弹角呢 坐在台上 一张椅子上 自思自想唱着 乐师的 乐师嘀嘟嘀嘟拍子 打得三响 日光里一捧一捧蓝色的烟尘 一波一波 携灌进来 连古代的太阳 都落上了灰尘 这个弹角 绒兜兜的粉脸 太肥厚了一些 背也太厚 几乎微妥 身穿柠檬黄 绣红花绿叶 对筋的肠袄 白绸裙 台边一对盘金黑龙七柱上 一边挂着静止喧哗的木牌 一边挂着 竖进木牌 还一支大自鸣钟 钟指着两点半 与内道古代的阳光冲突 观众里不断有痴笑 观众都是女人 然后呢 在笑什么呢 那怎么一个个都那么难看 然后接下来 在这段文字里 怎么一个个都那么难看 这个评语 一连的出现了好多好多次 这篇文章 没头没脑 里面甚至没有酒力 或者是说 没有明白 把酒力写出来 这是什么 这就是 他在那个往乡下的过程当中 去到了乡下 他看到了乡下的这种过年戏 他所感受到的 那种非常奇特的异乡的感觉 这里他离开了上海 他跑到了 好像另外一个中国一样 在第十章的地方 第十章 他们继续往前走 带路的这个人呢 叫做玉先生 在小说里就描述 过程当中 钻简小路走 不知道是不是怕有人认识酒力 因为这个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名作家了 所以一出上海 就搭货车 大家坐在行李上 没有车门 门口敞着 一路上缩风 呜呜吹进来 然后呢 到了一个小站 小站呢 上来一个军官 有人搬上一张藤椅 让这个军官坐 接着呢 又换成了一小节的航船 路过了一个小城 有趣的地方是 在这个小城呢 是在一个县党部里借宿 酒力当然很惊讶 他不懂 他不懂 难道党部也像寺院一样 可以招待过往的行人 可以在那里挂单吗 这个时候 他是要去找邵之庸 也就是湖南城 湖南城是一个被通弃 被国民党 被国民政府通弃的 一个犯人 他说 去探望被通弃的人 却住在国民党党部 也有一点骨骑 不过想必 郁先生是有道理 他也不去问他 然后进到那里呢 堂屋上手墙上 交叉着紫湖的一个小国旗 青天白日满地红 可是那个红呢 用的是玫瑰红 娇艳异常 也许是因为当地 只有这种包年赏的红纸吧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从楼窗口 看见石库门天井里 一脚的斜阳 一个豆腐担子挑进来 里面出来了一个年轻的职员 穿长袍 手里拿着小衬 掀开豆腐上盖的布 衬起豆腐来 一副当家过日子的样子 所以这里他有个感慨 说他乡 他的乡土 也是异乡 关于这一段 就让我们联系到 在新版的对照记里面 有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就叫做《异乡记》 这篇文章公开发表 比小团圆还要更晚 是一直到2010年 才由同样是宋伊朗 从张爱玲的遗稿里面 给找了出来 这篇异乡记写作的时间 非常的早 这是在1950年代 张爱玲就已经写了的 可是因为文章没有写完 所以也就一直没有发表 宋伊朗特别提到 为什么要发表 未完成的《异乡记》 他说 从看了张爱玲部分作品之后 我终于明白 《异乡记》的两重意义 他不但详细记录 张爱玲人生 某段关键的日子 更是他日后创作 不断参考的一个栏本 就前一点而言 《异乡记》的自传性质 是显而易见的 连角色的名字 都非常的清楚 叙事者 长途跋涉去找的人 叫做Lenny 那也就是湖南城 他这个《异乡记》呢 其实就是张爱玲 去找湖南城的这段过程 他最早的时候笔记下来的 因此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什么叫做异乡 那就是他离开了上海 他必须要千里跋涉 去找湖南城 他离开了上海 去到了湖南城的家乡 这湖南城的家乡 对他来说 根本就是异乡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 必须要读异乡记 我们才知道 小团圆的这个书名 到底是怎么来的 《异乡记》里面有一段 是坐独轮车的经验 这对于一个上海长大的 一个都市人来说 这也是非常非常奇特的经验 然后文章里面这样说 我一直闭着眼睛 在一张开眼睛 已经走上半山里的一带提案 下面是冷艳的翠蓝的溪水 荧光点点 在太阳底下流着 那种蓝真蓝的异样 只有在风景画片上看得到 我想象只有瑞士的雪山底下 有这种蓝色的湖 湖是一大片的 而这是一条宛若游龙的河流 叫沥水 这名字取得真对 沥水也就是台北的沥水街 命名的来由 我自己对于油砖碗水这些事 是毫无兴趣的 但这地方的风景 实在太好了 只要交通便利一点 真可以抢西湖的生意 当然这地方 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与文学上 太没有渊源了 缺少影证的乐趣 也许不能吸引游客 这条溪简直不能想象 可以在上面航行 并不是没有船 我也看到几只木牌 缓缓顺流而下 撑高的船夫的形体 牵在碧蓝的水面上 清晰异常 然而木牌过去了以后 那无情的流水 它的回忆里又没有人了 那蓝色 中国人的瓷器里 没有这颜色 中国画里的 青绿山水的青色比较深 桃花园记里的清晰 又好像比较淡 在中国人的梦里 他都不曾入梦来 他便这样冷冷的在 中国之外留着 这段文字真美 真漂亮 同时也反映了 那个时代 他去到了这里 他所感觉到的那种异香 接着呢 是那滑头的车夫 唱唱腰腰的走在我们前面 他穿着短袖汉衫 裤里掖着一条 粉红条子的毛巾 直溜溜的腰肢 左右摇摆着 他唱的那种小调 永远只有那么一句 那吊子听上去 像银链子的一环 像一个八字 回环如意 路远山摇 烈日下的歌声 明亮而又悲哀 独轮车在黄土道上走着 紧挨着右手 脊上高的淡紫色的岩石 石通缝里 生出虫树与长草 连台本戏里 常常有这样的一幕不景的 这岩石非常像 旧式舞台上的硬片 不知为什么 有那样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有一处山石上 刻着三个大字 不记得是个什么地名了 反正是更使人觉到 这个地方的戏剧性 仿佛应当有些打扮得像 花蝴蝶似的唱戏的 在这里狭路相逢 一场恶斗 或者是小团圆 骨肉巧遇 一同上山落草 小团圆后面 虽然只有简单的八个字 叫做骨肉巧遇 一同上山落草 其实就已经最精确的 表达出来 张大林1975年 当他要忠实的 从他自己的角度 写胡兰城跟他的往事的时候 他的态度 骨肉巧遇 一同落草 当时当他爱上 胡兰城的时候 他原来是义无反顾 尤其是当他千里跋涉 要到永家温州 去找胡兰城的时候 他的心里面就是一同落草 他要去找 为什么叫做小团圆 因为这不是大团圆 这不是蔡子家人 从此之后过着幸福美满生活的这种结局 小团圆是两个人终于可以在一起 虽然明知道两个人用这种方式在一起 他去找到了胡兰城 如果他就跟着胡兰城 他也就变成了跟胡兰城一起逃难的另外一个汉奸 他是用这种心情爱胡兰城的 所以等到1975年 虽然有了包括宋奇、邝文美 他们如此的瞧不起胡兰城 如此的提防胡兰城 但是我们清楚的从作品里面看到 张爱玲不是这样感觉的 他曾经嘲笑过 他曾经骂过胡兰城 可是当他回想到 像一乡记或者在这个更之前 他跟胡兰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他想要忠实保留下来的 是这样的一个深爱胡兰城的心境 所以读小团圆 我们不得不感动 因为到了50岁的时候 张爱玲即使经过了这么多 即使他应该都已经看过了今生今世 他也彻底明白了胡兰城如何到处碾花惹草 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女人 经过了这么多的女人 还把他写在里面 好像把他当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他所掳获的一个女人 张爱玲并没有因为这样 推翻否认自己跟胡兰城 曾经有过的那样一种深情 虽然这个时候他当然明白 这变成了一个反讽 但这个反讽不应该减损 他在这里所记录下来的 那个小团圆的心境 到这里千里跋涉 希望找到胡兰城 找到胡兰城之后 跟他一起落难天涯海角 他只能说他后来知道 他找错人了 可是人虽然是错的 那个情感却是对的 却是真实的 非常感谢宋以朗 在2009年终于决定出版小团圆 小团圆让我们彻底知道 张爱玲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过去因为国主主义的 这种强烈的观念 张爱玲不能诚实诚恳的 去回顾自己违背国主主义的 这些往事 可是我们今天拍出了 所有这一切 我们才看到了真实的张爱玲 因为那样的一个张爱玲 有那样的绅士 才能够写出 才能够留下 这些如此精彩 如此不朽的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